平礁道警鈴響起 柵欄還沒放下 有不少人搶著通過 不過卻有民眾因為這樣 收到四萬五千元的罰單 那賣水口被開了四萬五 對啊 那賣水口被開四萬五 那床變成高 那... 這裡是基隆成功平礁道 因為臨近菜市場 所以人潮眾多 仔細觀察 平礁道在鈴聲響起後 過了約十秒 前方柵欄才放下 再過大約七秒 後方柵欄降下 但有人在平礁道柵欄放下前 強行闖過 因此吃上罰單 現在多少錢 而且他已經這部手法太習慣了 對... 根據交通條例 除了衛衣看守人員指示 這段氣開始放下 當警鈴響起或是號誌已顯示 再強行闖越都算是違規 罰則可不清 行人可罰兩千四百元 機車四萬五千元 各式車輛則是四萬九千到六萬元 還要祭典參加道安講席 基隆監理站表示 2016年九月到十月 這類罰單就有五十六件 是去年同期八倍 民眾收到罰單叫苦連天 想申訴但舉發照片 相當明確很難成功 因此在平交道 停到零響就該停下 以免貪快發生危險 還要繳交高額罰單 記者朱定榮 周志平 基隆報導 至少 至少